聯合國人權高舉專員巴奇萊特 週三在人權理事會上表示 他在訪問新疆期間 行程受到限制 沒能與任何被拘留的維吾爾人或者他們的家人交談 並且受中共病毒疫情影響 整個流程就是在閉環中進行 近日 臺灣立法院長在視頻演講時提到 臺灣研發的雲氛飛彈已經可以打到北京 面臨中共武統臺灣的威脅 臺灣必須加強武器研發 中共侵略前需三思 美國教授巴爾丁表示 發現了中共正在通過中國製造的智能咖啡機拖取數據的證據 並警告說 中國可能利用此卑鄙手段對付美國消費者 報告指出 一些不安全的咖啡機是由中國江蘇卡美勒公司製造 這些咖啡機可以收集產品信息 支付數據 以及涉及位置和時間的客戶信息 在酒店等商業環境中 可以收集付款類型和路由信息 法國總統 德國總理和意大利總理抵達吉普 表達歐洲與烏克蘭的團結 這也是三國領導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首次出訪吉普 德國總理在同澤蓮斯基會晤時 邀請他參加6月底即將在德國舉行的七國分會 到訪的各國領導人均表示支持烏克蘭 立刻獲得歐盟正式候選申請國的地位 同時表示德國 法國 意大利三國領導人在歐洲對烏克蘭團結的同時 承諾保持對烏克蘭的財政和人道主義幫助 以及武器供應 美國政府宣布制裁支持伊朗石化產品銷售的中國 阿聯酋和伊朗公司 意味這些公司與伊朗石化製造商組成網絡 幫助伊朗躲避制裁 協助伊朗石化產品的海外銷售 北京師範大學天文系與著學科學家透露 其團隊使用中國天眼發現了幾粒來自地球之外可能的技術痕跡和地外文明候選信號 MING PAO TORONTO